75块钱一斤的花螺 平时我都是不舍得吃的 这还是今年的第一顿 安排一个我最爱的香辣口味 今天的花螺还挺肥美的 75块钱一斤 你们觉得贵吗 想知道你们那边卖多少钱一斤呀 选了正一点就花了98块钱 花螺表面的粘液还是挺多的 洗的时候将两勺盐 先给它抓个几分钟抓出粘液 然后再用清水投洗个两到三遍 洗到水便清澈清爽为止 像这样炒的花螺 是不用着水的 直接给它洗干净 沥干水分备用 配料再准备一点姜 蒜 青红辣椒 菜籽油 要先爆香一下 不然会有一股味道 然后再下入姜 蒜 小米辣 同时放一点干辣椒 跟花椒一起干辣椒 放辣椒花椒下锅前 用水打湿一下 不容易炒糊 倒入花螺 翻炒均匀 接着放点盐 放点生抽蚝油 再来一点胡椒粉调味 继续翻炒一分钟 炒香炒入味 然后沿着锅边放两圈的啤酒 大概就是一碗 就这么 直接煮个三五分钟 煮到汤汁浓郁 出锅前 我还想放一点芥末 吃不来的也可以不放 也是一样好吃的 再放一点干辣椒面增香 放一点生鲜鲜提鲜 用水淀粉勾个薄茄 这样 酱汁就能更好地挂在花螺上面 最后出锅前 青椒还有葱段增香 翻炒均匀了 起锅装盘 就这个家常做法 我感觉比夜宵摊的还要好吃 麻辣鲜香 特别入味 真的太好吃了 朋友们下次买花螺 一定要试试这个口味